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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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一億怎樣使用這個問題 我們去尋找一個答案的時候 你們是做了三件事的 第一件事就是 想想有些原本不足的地方 譬如運動場地不足 導演場地不足 這個你有問到 即是你本來已經知道 你拿出來 這個區一向都欠這些東西 第二就是 我們都問一下居民 是否真的要這些東西 或者想要哪些東西 所以又會搞個諮詢會 這是第二件事 沒錯 第三件事其實值得學習的 我覺得 也有其他要求 也有其他東西可以花錢 但是 是否一定要用一億泥洗 那件事 譬如說修路 做某些地區小型工程 其實未必需要拿一億泥做 在第二些渠道可以拿到錢 那些也不需要用一億泥洗 至少邏輯上是否這樣 看看原本有甚麼需要 再問多一次居民 是否真的有這些需要 再看看 如果要做那些事 有哪些是本來已經有錢 有工糖進去的 就不用用一億了 至少是這三部局 我可以認同你現在這個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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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